像對面的反應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給通金族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10月11號 禮拜三 以下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今天影片的內容還是跟大家來聊一下 就是在連假過後今天的盤勢 那今天盤勢其實說真的 真的是滿懶的 你知道嗎 就是美股在我們放假的這幾天 其實都是一個滿強勁的漲幅 但是我們今天開盤 真的是開到一個鳥到一個不行 就開盤開得還不錯啦 但中間的走勢真是超鳥 那其實可以看一下 像今天一開盤的時候是 其實是大漲了 然後就看到直接開過了均線 然後接著你就發現說指數就開始慢慢慢慢 開高走低下來 那所以說其實像今天的盤面 就是你會發現指數很強 但是個股真的是走了一個咪咪貓貓的情況 好那所以說在今天早上的廣播 其實就跟大家提到說 今天要看什麼開盤價對不對 就是你在這種就是 你就有個印象 就是說你只要看到這種美股大漲 就前天美股大漲 那你隔天你就先看一下開盤價到底有沒有守住 因為台股這種尿性 就是說有時候你前天美股大漲 然後隔天台股開得很高 然後就開始往下跌 所以像今天早上的廣播 就有跟大家提到這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所謂的開盤價 大盤的開盤價 或者是個股的開盤價它到底能不能守得住 那再來還要配合就是盤中的均價線來輔助判斷 那所以說其實像今天的狀況 就是說大盤 對大盤今天它的確是有守住的開盤價 因為開盤價它這個很低嘛 但你會發現說 在今天的走勢來講 就是一直都是被壓在 被壓在這一條小小綠色這一條 盤中均價線下面 所以說其實像今天的盤真的是 就你會 你雖然看到指數大漲 但指數就是有台積電電發科 加上金融股貢獻 那其他的 就是小股票 喔今天真的是 台貨有夠 我吃菜也不知道 所以像今天的狀況呢 那就要跟大家去來 就是稍微聊一下說 今天一些個股的狀況 好那像首先呢 像今天大家最關注的 應該就是偽創了啦 因為偽創它今天開盤其實開得還滿漂亮的 然後盤中就一路這樣往下 然後甚至差一點快要點停板 那像偽創其實大家想說 偽創那是因為營收不好嗎 其實營收不好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啦 那今天還有個更有趣的情況是什麼 今天更有趣的情況是說 因為中東那邊在怎麼樣 在戰爭 也不是說戰爭啦 就是恐怖攻擊啦 就是巴勒斯坦跟伊拉跟那個 那個以色列 那所以說大家覺得 中東那邊出問題 所以說整個 中東的資料中心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欸 拜託一下好不好 就是很多東西就是 的確那個是一個利空 但是不要把它當作是什麼 就是好像都是以色列或是巴勒斯坦他們引發的 OK 就如果假設 中東的資料中心真的會被影響到的話 那不會只有偽創跌那麼慘 還有誰會跌得更慘 微影 微影應該是會跌得更慘的 為什麼 因為中東那個資料中心的組裝 其實就是由微影來負責 但是你會發現 欸其實像微影 今天的狀況 並沒有像偽創跌得這麼悲慘 所以說其實 以這種情況來講的話 就是說 偽創今天的下跌 當然我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原因 今天會跌這麼重 那只是說它不會是中東那個事件所影響的 當然你會說 喔它營收很爛 對偽創營收的確不好 但是偽影營收也是很爛 一樣也是很爛 所以有時候其實股價下跌 你問我是什麼原因 我還真的是沒有辦法跟大家說 它是什麼原因下跌 這個我沒辦法 這個真的是 有時候你就下跌找不到理由啦 但是 我也不想特別找理由 因為基本上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 就是說 一些漲多的股票 可能一些往上反彈的股票 它可能就會遇到賣壓 這個是正常的情況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像我們之前跟大家提到過 就是 你如果從基本面來看的話 就是基本面的數字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變化 這個我們等一下跟大家講 但現在的情況 現在的情況在於說 平價面的變化 像今天的技嘉 2376技嘉 技嘉的營收其實開得還不錯 像9月份的營收 它年增率有到85% 這個是一個蠻高的營收年增率喔 但你會發現其實 像原副的這一篇 它今天發的程訊 它其實就有提到很多間的公司 在裡面提到 它也有提到技嘉 我們來看一下 技嘉在這邊 並且訂閱的截圖 也可以拿到報告喔 就公告9月份的營收 但是它這邊提到的問題在哪裡呢 在這一段 就是說股價的評價 這個其實在我們之前 有跟大家提到過 就是說在整個AI的部分來講 就是你要看基本面的數字 其實問題不大 當然問題在哪裡 就再來這兩個字 評價 翻翻成更白花一點 叫本益比啦 就本益比太高了啦 那所以說其實像這種狀況來講的話 就是說像這種本益比很高的狀況 那你要去思考重點 像我們在上禮拜六跟大家直播講什麼 就是說 你如果假設現在真的是大盤開始崩爛之類的 那你一定是看什麼 看AI股啊 因為他們一定是拿得出營收的 那只是說因為他們現在的問題出來哪裡 就是本益比太高 所以變成說有時候股價漲上去之後 那大家可能去想說你漲太多了 好那我就先賣一點 那跌下來之後你會發現 像之前跌下來 然後有人來解為什麼 因為他的營收數字還是開得出來 那所以說其實像AI類股的話 接下來大家關注的重點 可能就在於說後續他到底有沒有出現一個出貨上修的情況 像是在Morgan Stanley他在今天的這一篇報告 其實他有提到說以目前的出貨情況是比市場預期要來得好 像技嘉他這邊有提到說就是800到900台這個 這個是比上個月要來得好 那另外就在於說在整個的AI Server的出貨量的話 就是80到90萬 那也是比原本預期的60到70要來得好 那所以說其實從這種情況來看的話 大家接下來看的是什麼 大家現在看的就是跟我們之前講的 就是說你到底有沒有一個比較有爆發性的就是軟體應用出現 就如果你有一個比較有爆發性的應用出現 這個殺手鍵出現的話 那當然市場上就會開始去對於AI股有更多的聯想 那如果假設像11月1號 維爾爾要Copilot他們要新品發表 那這個東西如果假設市場的反應是普普的話 那大家就要想到什麼 想到的情況可能就是可能 這是AI Server的建置可能就是維持之前的那個樣子 就不會再有更多的上調 那所以說其實像我們在看 不管像廣達、偽創、技嘉、微銀都一樣 就其實說你看到這些股票 如果以現在的狀況來講的話 變成說我覺得那個平價面還是大家去思考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股價跌下來它會有基本面的支撐 但漲上去之後大家就會想到什麼 它的平價是不是太高 所以以現在的情況來講就是跟大家稍微提到說 就是在整個市場的想法就會比較是偏向這一部分 所以在之前的那個影片之類的直播 我們跟大家提到過就是 這邊是元大頭顧他寫的報告 那他報告我這邊寫的就是說 大型龍頭價值股可能是2024年的思考方向 但是我們跟大家提到說 那其實不只在2024年 現在就有一點點這種狀況 那什麼叫大型龍頭價值股 那其實大型就是大支股票嘛 台積電、聯發科之類的 那什麼叫價值股呢 價值股就代表說 我們用翻個更白話一點來講 就像現在的平價 就本益比其實不高的 本益比不高所以就類似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位階比較低的公司 就大概用這種方式來想 所以說像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像什麼 像聯發科 聯發科今天還是蠻強的 聯發科今天漲了3.56% 那或是像台積電 今天漲了2% 所以說其實在之前我們跟大家有提到過 這一份報告 這一份就是那種外資 他們去針對聯發科所發出的報告 那我們來看到左邊這一欄 就左邊這一欄的話 它第一個就是聯用嘛 再來是瑞育 再來是聯電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他們去預估說 在明年的配息 明年的殖利率的狀況 所以說他們預期說明年聯發科 殖利率可能到6-7% 那明年的聯用 它可能殖利率也會有6.5% 那瑞育殖利率會有6.1% 那所以你會發現說 像今天 就看到像 比如說聯用 瑞育 雖然說很多小股票跌了一個 蠻淒慘 但你會發現說像這些股票 其實今天都還是漲 那只是說 當這些股票漲多了之後 大家就會開始想到什麼 那你明年的殖利率 可能就不會這麼高了 懂意思嗎 所以現在這個盤子就變成說 有點那種就是 很討厭的狀況 就是有些股票漲上去之後 它可能就會遇到一些賣壓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要他們 就是拿出一個很好的營收數字 目前來看是有難度的 但是如果跌下來之後 大家就會開始思考說 你產業 最爛的情況可能已經過了 那你跌下來之後 還會有所謂的殖利率的保護 那這個東西變成說市場 開始有買盤來出現 所以像現在的大盤 如果說現在大盤的情況的話 它就真的是很像是一個 所謂的區間震盪 就在這附近 然後這樣上上下下做震盪 所以像這種區間震盪盤 就比較會認為說 那一些漲多的股票 你可能就要懂得像 見好就收 那如果說一些跌升的股票的話 假設 我假設 假設它的基本面的情況 並沒有太大的改變的話 那反而是在跌下來的時候 我們要去找機會 去來接 大概是這種想法 就是說現在的狀況就是 一個見好就收了 那不要想說我可以有太大的波段 因為像今天其實除了像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提到這些股票之外 今天也是有漲的股票 像創意 好創意像創意這種股票 它今天股票在漲停板 那當然因為假日有個新聞是在說 就是亞典娜 那更正不是亞典娜 微軟 微軟它要發表它新的晶片叫亞典娜 那這個亞典娜晶片呢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就是 就是台積電 然後加上誰 加創意 3443的創意 跟2330的台積電 好那所以說 今天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像創意 就股價就拉到漲停板 那在這一份的外資的報告 其實它有寫到 就是說在明年的部分的話 在2024年 這個微軟的這個亞典娜晶片 它就會開始量產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在之前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我們要去觀察說 接下來 哪一間公司 像比如說Google 或像是Meta 臉書 就它有發表什麼樣的產品 有發表什麼樣的產品的話 那我們就會想到說 可能幫它做設計製造 或幫它做組裝是誰 像Google的話你要想到誰 就是聯發科嘛 那如果是Meta 它有發表什麼東西 比如說很厲害的話 那你要想到誰 你要想到是6669的圍影 因為圍影 就幫它去做組裝的 那或是像 可能像3661 是新KY 去幫它做設計的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會去思考的方向 就是說 到底是誰去幫這個東西 來做組裝 或是做代工 或是做設計的 大概這樣來想 所以說其實以現在的盤面來講的話 我覺得像 就算創意今天漲停板 但是還是要思考說 其實股票漲上去之後 那你要去追 那可能會沒有這麼好追 那再加上說 現在盤面還是蠻震盪的情況之下 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說你的操作 就還是 控制到你的資金 然後就還是跟著機會來操作 只是說 在進場點的選擇上 你就要記得 就是買在那種均線開口 比較小的時候 那如果在均線開口 大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稍微去做一些調節 用這種高出低進的方式 我覺得以目前來看是比較好的 除非 除非 除非你之後看到這個盤 開始有一個很整齊的族群 開始出現 比如像這AI一樣 像這有個族群 這個族群裡面的股票 它都有過上個月的高點 那種類似這種有族群性的股票 你可能可以思考說 我可以來BUG波段 那如果假設沒有出現的話 那我覺得目前就是 還是會比較偏向是一個區間的震盪 這樣子來操作 會比較好一點 好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下方影片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 拜拜